埔里镇中山路与大城路口 因为交通车流量繁忙 也连续两次成为埔里交通市 故路口第一名 为了让交通路况更安全 日前县府也规划在此一路口 设立科技执法 而为了保障行人的安全 县警局也规划整设 为离让行人的执法 并且在日前举办会堪活动 那之前的交通部就补助了 我们县政府一比三百万 要来做科技执法 那今天我们来会堪 最主要就是说 科技执法的这个内容 会做稍微的这个修正 因为最近呢 大家非常注意的 就是我们人行路口 必须要停等的这个部分 那所以呢 未来在这四个路口的部分呢 希望大家要特别的注意 第一个不准闯红灯 第二个机车 其实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第三个如果有行人 在穿越这个行穿线的时候 一定要请汽车跟机车 要停等这些路人 那为了大家的安全 也希望大家一起来守法 那就不怕科技执法了 县远林方宇表示 遵守交通规则才能够让用路环境更安全 因此也希望除了科技执法设备的装设之外 民众也能够自主遵守法规 才能够保障自我的安全 我们县警局这边针对于我们这个重要的路口 繁忙的路口 有做了一些交通的这个改善 包括了我们的 即将执法的这一个部分 希望说能够 大家遵守我们的这个标线 以及行驶的灯号 下去做一个安全的驾驶 希望大家一同来遵守 你让行人的话 这是很必要的 希望说能够 这些的设置 能够减少我们车祸的发生 能够保障用路人的这个安全 才是最重要的 副理长潘一全表示 普里镇中山路以及达成路路口科技执法设备 最快在今年的11月份将起用 除了感谢陷阱局的用心之外 也提醒民众 交通安全需要大家共同来守护 希望乡亲出门能够遵守法规 保障你我的用路安全 记者陈伟一 普里镇采访报道